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李一如 基隆新增了4例感染人不明的染疫个案 其中两个人是侦察队的人警 而且这其中一个人呢 还曾经近距离的接触 基隆市长林又昌 一点我发现 在24号晚间 第一警分局的侦察队小队长 陪同一名发烧的女性友人就医 结果呢 这两个人的裁剪都是阳性 进一步的匡列 台湾名同桌用餐的朋友也确诊了 而另外呢 就是第二分局的侦察队队长 也被匡列裁剑同样染疫 而值得注意的是 他曾经在24号的警察局表扬参会 接受市长林又昌的颁奖 两个人短暂的脱下口罩合影留念 因此市长也必须要居隔三天 成为了全台湾首位进行居隔的县市首长 索性一彩的结果是隐形 市长还好吧 很好啊 就先致死我家隔离三天 然后我刚才也已经完成了参见 走出市府前往居隔 自动市长林又昌短暂停下脚步 像是明报平安 也想给自己打气鼓励 因为他跟确诊者近距离接触 成为全台首位进行居隔的县市首长 另外一位侦察队的队长 他也是确诊 那因为昨天呢 我有颁奖给他 24号警察局表扬参会上 跟确诊侦察队队长脱照拍照 陷入染疫危机 不过对方会发现确诊 源头是第一警分局 侦察队小队长 因为女性友人 3月24号发烧喉咙痛 陪同就医 结果两人裁剪都阳性 进一步匡列 还有明同州聚餐的女生也确诊 另外小队长的朋友 第二分局侦察队队长 匡列裁剪也确诊 等于25号新增3加1染疫格案 虽然是仓废 但是没有足错禁酒这件事 现在第一次的PCR是阴性 要解居家隔离 这一次我们会裁剪 还好一彩结果阴性 市府稍稍放下心中大石 林佑昌接活消息 随后发文 回顾自己成了 确诊者的接触者当下 立即致电卫福部长陈时中 并回报蔡总统跟苏院长 也强调颁奖时 跟确诊警察同仁 无照接触 时间不长 风险很低 只是来到市府 洽工民众不算少数 市长自主居隔 民众甘美 心惊惊惊 觉得还好 因为我们每次来的时候 一样都是要食联姿啊 两个体温什么东西之类的 民众不担心 只期盼三天后 市长再度发文 就是传来解割 好消息 JayChannel这种报道